同时我们的国际焦点来聚焦 美国总统拜登20号透露说 可能会在时停之内 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来通话 尽管拜登确诊 但尚未确定习拜通话是否推迟 不过学者认为 以当前的美中关系 习拜再通话也很难达成任何的具体成果 顶多就是在关税的部分达成共识 不过来看是白宫已经证实了 其实习近平透过了 就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透过大陆使馆以书面讯息 向拜登慰问病情 而拜登确诊才第二天 就参与了邮价简报的视讯会议 当他被问到身体状况如何 他比了一个赞参笑来做回应 竖起大拇指嘴角大大勾气 表示自己感觉很好 拜登已经接种4G疫苗 依然确诊新冠肺炎 白宫证实拜登身体状况好转 但还是有轻微的流鼻水 和咳嗽症状 好谢谢 让我开始 为了解我的声音 我感觉比我更好 不过拜登已经79岁 引起大家担忧 年事已高的他 有可能完全痊愈吗 否则也表示新冠病毒的传染力逐渐增强 变种病毒不断冒出 就算完整接种4G疫苗 遭到感染的几率依然很高 拜登是美国第二位确诊总统 过去川普在没接种疫苗情况下 也曾经确诊 国家主席习近平已于今天 致电美国总统拜登 就拜登总统感染新冠病毒 致以慰问 大陆外交部在拜登确诊当天证实 习近平已经致电向拜登慰问病情 不过美国说法似乎有落差 媒体稍后向白宫询问 习近平是否与拜登 因为新冠确诊提前通话 但白宫只表明 收到习近平的书面讯息 除了未问 并没有谈论其他事项 对于拜登和习近平何时通话 白宫也不愿多谈 只说届时通话 将会触及多项广泛议题 记者刘家宇报导 你看烧成这个样子好严重 这是美国很多地区 目前正面临高温的警戒 导致了各地野火灾情持续扩大 加州中部著名的塞拉国家森林 再度爆发重大野火灾情 山崎上头大火串收 振振后市浓烟遮蔽天际 这场野火发生地点是在加州 马里波塞郡 也是优胜美帝国家公园 以及塞拉国家森林所在地 拥有非常知名的红山森林 根据美林社报导 这也是当地在两个礼拜之内 爆发的第三起的重大野火灾情 另外后疫情时代出游 多了新显向 来看是英国业者开发现代的 环保飞船 好酷喔 结合了奢华的机型 还有超级邮轮的概念 透明的窗户 让乘客能够饱览美景 开放式环形沙发 四面八方透明窗户 让乘客饱览美景 正到厨房 请来最顶级的米其林厨师 和调酒师傅 三平道的客房 可以住两个人 堪称五星级的豪华享受 外形不同一艘巨大飞船的灯空者时候 将游轮漫游体验带上天空 原公共的外观 像两架飞机的结合体 长92公尺 采用柴油引擎和燃料电池的 混合动力来源 时速最高可达148公里 最长可以在空中停留五天 设计为10公斤的飞船 100公斤的飞船 而设计为其他飞船 只有10%的飞船 这架飞船 这架飞船原本是作为 客机和军机使用 但是英国飞机制造商 宣布将打造特别的 透明湿滑飞机 为金斯塔顶端的客群服务 还可以从任何平面起飞和降落 不需要仰赖机场设施 也可以承受极端的气候和闪电 虽然飞行速度慢于一般的飞机 但这也是它最大的优点 提供前所未见的 空中游轮体验旅程 预计2026年再可升空 记者综合报道 旺旺水城的它是 微酸性电子次律酸水跟病毒 细菌作用之后 它是还原成水 所以不用太过于紧张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适用 在这个非常持席 欢迎大家来上快点购 物化器还有生成机 都给它买起来 当然 在我的部分 折扣码可以享有优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